OK,那首先的話呢 今天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因為今天是第7次上課 所以每一次的慣例 我會習慣上把每一次上課的一些 這個重點 做一些回顧啦 那當然呢 前一次上課我有稍微提到有關那個 就是 針對那個台北市的切到案件 比如說我想要取得的是那個 地址裡面的路街道 就是哪一條路 哪一條街,哪一條路,哪一條什麼道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當然同學回去 有練習啦 不過好像有出現一些問題 主要的問題是出在就是如何把那個 這個程式部分撰寫的方式 改成用VBA來撰寫 因為 用VBA來撰寫 相對的是會 比較困難一些些 主要是這個地方 如果各位還有印象的話 就是 這個路街道的部分 那原來我們其實是 把這個公式先產生 那因為這個公式其實相當冗長 然後的話呢 我們其實在利用那個向下填滿 就是AUTOFILL 自動把它填滿 然後往下 那這裡的話呢 當然 我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這邊的話其實會有一個 可能未來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呢當然 把 Excel裡面的公式 變成VBA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就是AUTOFILL 我覺得AUTOFILL相當的好用 它有點類似像回圈的概念 就自動幫你把 這個公式 向下填滿 這這麼多公式 但是它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的公式 假設比較短的話 它比較不會影響 就是你資料量 比如像前面這個年跟那個 這個區 因為它其實裡面的 字數並不多 當然還是會比原來 你要顯示 比如說中正區三個字 那MID的話可能就多 MID三個字 後面又多這幾個字 所以等於是 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說 它會造成 如果你是 用 直接把公式輸出到 某一個範圍 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它的 假設你將來存檔的時候 它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就是 它的檔案會膨脹 那什麼時候會膨脹越大 就是說你的儲存格數量越多的時候 像這邊的話 其實 廈門街本來只有三個字 但是如果你今天假設用填公式 它將來存在ESAL裡面的話 實際上它是存的是這個公式 也就是它基本上 等於三個字之外就多這麼多 OK 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存檔的話 那它會造成這個檔案變得很 肥大 OK 這個我想 之前有蠻多同學 也 反應啦 所以我後來有講了一個方式 就是說 那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用公式的方式 而是我今天希望 直接輸出就是廈門街三個字 OK 它不是土法鏈鋼 土法鏈鋼是之前是用 C-C-V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不用填公式向下填滿的話 那勢必 你就需要 思考一下 怎麼樣利用那個 VBA的方式 把它寫一個SUB 這個SUB其實作用就是 有點類似像上面這個公式的邏輯 那這個只是說這個邏輯 勢必需要把它轉換成 VBA的程式 OK 所以 那當然這個SUB我上個禮拜其實是比較 快的 帶過來 可是就是有同學 回去RUN了之後 發生問題 所以我可能 我這部分 也許再把那個 比較重要的部分 再跟各位再說明一下 因為我發現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未來 一定也會遇到類似的狀況 我覺得你那個公式太冗長 但如果你填滿 填滿的話呢 會造成檔案 比較肥大 那肥大之外 就會造成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執行效率相對會變得比較慢 因為他檔案相對比較大 所以 這個勢必也會遇到啦 所以要怎麼樣 可以把 這個公式 變成一個 VBA 的一個 SUB 那我其實有在雲端上面有提供給各位一段那個就是 這個VBA的程式啦 這個是已經寫好的 當然裡面的重點就是不外乎就是如何把 這個Excel裡面的函數像Find函數 跟IfAir函數 跟Mid函數 把它轉成VBA的函數 寫出來的一個SUB程式啦 那你想說老師那為什麼那個Excel裡面 這個Excel沒有跟VBA共用函數 當然沒辦法 因為他們 有自己的規則啦 所以特別注意 Excel裡面的函數 跟VBA裡面的函數 其實用 用法 不完全相同 這個可能要有一點概念 那我們要怎麼轉 第一個當然你要寫個SUB 那這一段我想我們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找一下 這個應該 我又把它放在 這個雲端上面 有一段 這個 VBA的 程式 我好像是放在比較底下 就這個啦 這個是公式啦 之前我們寫完是這一串 那如果你要寫成VBA的話是這一串 那也就是說啦 這個大概有一個比較基本概念 第一個 我們 可以先在 就是 Excel裡面 先寫一個SUB SUB名稱的話也許就是叫什麼 叫做入接到 OK 所以其實基本上你們將來遇到這種狀況 如果你不希望 輸出的是公式 而是輸出的是這個 下門接三個字的話 那你可以 第一個 開發人員裡面 可以再增加一個SUB 我看我是不是已經增加過了 這邊沒有 OK我看一下這邊 這邊也沒有 OK那我把它加一下好了 那加的話你可以在 Module 底下再加一個SUB 叫入接到 Enter一下 接下來的話 一樣就是給它範圍 所以 第一步 當然我的習慣是給這個欄位名稱 這比較好記 針對這個欄位 寫一個SUB 然後那個SUB的話呢 第一個當然你要告訴他說 我的範圍從 第二列到最下面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直接跟他講說 4i 等於 第2列 到 A1向下追蹤的列 取得的話當然就是 總列數 然後底下的話呢 再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那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把這個範圍全部跑過 那跑過之後的話呢 當然縮排可能改一下 一個縮排就可以 那基本上裡面就做什麼 判斷嘛 判斷當然 這個地方會有兩個 可能要注意的 那我怎麼判斷說 這個下門接三個字 前面這個字到底是區 還是里 還是0 所以一樣啦 先找0 有0的話呢 那就把0的位置記下來 那如果沒有就繼續找0 沒有繼續找區 所以這樣的邏輯怎麼去下 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這邊有 開始的位置 那基本上 我其實 這邊看起來城市還蠻多 實際上是從 兩行城市衍生的 所以你只要 學會那個 開頭兩行城市 其實大概後面就蠻簡單 後面用貼的就可以了 那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你先判斷一下 如果 如果什麼呢 先找那個開始的位置 如果 這邊的話我是用VBA 點 那當然啦 你這個VBA點這個 沒寫沒關係啦 OK 寫的話有個好處 就是說 你將來如果說你想知道VBA點 如果你想知道VBA裡面到底有多少個函數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個方法 他會幫你把它列舉 那我大概算了一下 大概100多個 所以其實 VBA裡面的函數數量 其實沒有Excel的函數這麼多 所以 當然你用直接輸出公式 真的比較方便 不然的話你可能要想說 Find函數用哪一個來轉 那後來我就找到一個叫instry instr這個函數 那我怎麼知道 其實有個方法啦 你可以記下F1 這個F1的話實際上 他就是把那個VBA的所有說明都叫出來 那這個VBA的說明是內建的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有個清單 反正這個 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那也就是最上層 這邊就是會有一個函式 其實函數的意思 也就是說呢 VBA裡面 所有的函數 他都幫你把它列舉在這裡 所以如果假設 你想要了解 到底VBA裡面有多少 個函數 那很簡單 你就把這邊 函式底下這個 蓋關 買一個沒一個 其實蓋關這邊就列出來了 他還幫你區分 他可以分成 轉換的函式 函式跟函數 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翻譯的名稱不同 就是用方選的意思 那有這一些 然後 數學函數有哪一些 轉型 其他相關的 那當然 這個就是他全部 就是 有的函 那你如果想要徹底了解 我是建議你可以做點功課 那 那 不見得一定要背起來 但是將來如果又會用到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拿來用 其中的話 我是找到有一個叫 Instree Instree I開頭在這裡 Instree I開頭的 OK 那他的用法跟fine很像啦 他最大不一樣 其實就是在什麼 在那個 他丟的參數 不太一樣 所以這邊有參數的相關 語法 比如Instree 然後呢 這個STAR如果是中瓜糊的話 表示說沒有這個參數沒關係 所以呢 他只要給兩個 一個是String1 String1的話這邊有講 String1的話是 你要搜尋的那個 所有內容 其實就指的是 哪個儲存格 然後String2的話 指的是你要找什麼關鍵字 剛好跟fine顛倒 底下第三個參數也是中瓜糊 沒有也沒關係 OK 就是你要比對的方式啦 至於比對方式 底下也有相關說明 不過理論上你就不要填沒關係 他用一般的方式去幫你做搜尋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做一些 類似像全文檢索的方 或者是 檔案的檢索 其實Instree呢是一個 蠻好用的一個函數 當然衍生另外還有一個順便提 底下還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叫那個Instree Rever rever的話是顛倒的意思 另外顛倒過來 去 去查 所以如果你要從頭找 就是Instree 顛倒查就是Instree Rever 那幫我把它記在A裡面 OK 那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所以喔 等於是說如果裡面沒有0這個字的話 他 返還回來的結果會是數字0 0的話就是False False就是沒有 那我們就可以跟他講說 那你繼續幫我找 找不到0 就找理 所以找不到0找理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就把這兩行複製 貼到這邊來 然後記得喔 前面再加上一個 ELS就可以了 ELS OK ELSIF就是 繼續幫我找下一個吧 那這邊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改成理 然後這邊的話 就把它改成理 那如果繼續找 其他的話呢 那一樣 就是把它Ctrl C 那一樣 這邊的話 就是 把它再貼一下 OK然後呢 一樣 記得縮牌改一下 OK縮牌 然後記得呢 這個把它改成0里區 OK 區 OK 記得呢 如果你結束這個 Logic判斷的話 後面要加一個END IF END IF加一下 好 這樣的話呢 應該就OK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可能要確定 可能是這個藍喔 這個藍的話應該是在F啦 那輸出的話是在H 所以我看一下 我們雲端上放的好像 這個是 有錯誤 所以把它改一下 通通把它改成F 意思就是從F藍 去找0 OK 因為我好像之前 可能程式是在G啦 也許藍位的順序有顛倒 那沒關係 你就改一下就好了 好 那你會發現 位置 反正找到了 下門接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到區 所以把區的位置 記下來 所以呢 你會發現 這個第一筆記錄 應該是這個 他應該是找到 123456 第6個 所以A裡面呢 就放6 好 那一樣的道理 那路接到的話 其實 這行這個邏輯敘述的話 你其實 也跟之前一樣 我們是把上面的公式 直接再把它Ctrl C 然後直接貼到底下 那其實只要改什麼 把那個0里區 改成什麼 改成路接道 其實就 第一個 OK改完了 那第二個要改什麼呢 特別注意 就是 還有 你前面的這個變數 你不能一樣是A 如果是A的話 那他就會把原來那個 路 就是0里區的位置 把它蓋過去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把它改成 叫做 你們路接道 那OK 然後 找到的位置 就不能再放在A了 因為放A的話 前面0里區的位置 就不對 應該是 改成B好了 B的話指的是 他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那最後我要怎麼取得 他 這個應該有的那個字 就下門接 這三個 一樣 輸出位置在哪裡 所以 將來我要輸出的位置 是在 哪一欄呢 H欄 我把這個先刪掉 Ctrl C的向下 Delete 然後呢 我們在H 所以呢 我們就把 輸出寫在這個 層次的前面 這邊輸出H OK 然後呢 等於什麼呢 幫我切割 那因為 VBA裡面的MID函數是一樣的 所以你就打MID 前刮弧 另外還有一點啦 其實如果你怕 那個VBA層次打錯 我是建議你可以看提示 如果你前刮弧之後 他會提示 那表示說 有這個函數存在 如果沒有提示 那表示你打錯了 大概就這樣子 OK 然後呢 那用法一樣 去哪邊切資料 那去 F欄 就地址那一欄 OK 第一個參數 去地址裡面的那一欄 F欄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從哪個字開始 從那個零里區那個字的下一個字 所以A加1就可以了 那要幾個字呢 就是 路接到那個字的位置 減掉 零里區那個位置 然後後刮弧 OK 這樣基本上就寫完了 那寫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它稍微run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 把剛剛的結果run到這邊來 那其實很簡單 你就執行就好了 但如果你沒把握啦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射中斷點也好 或者你可以按F8 增錯裡面其實有主行嘛 OK 我理論應該這樣OK啦 所以其實 剛剛 最重要的 就是開頭這兩行 如果你這兩行寫得出來的話 我想底下反正就是 數字貼 加個L10 再貼加個L10 這樣應該就 沒問題了 最後把它run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OK 我先把它run好了 因為同學是有那個 有其他的那個 OK 那我們來執行一下 那這樣的話你可以看到 最大的 差異點的話 就是 Autofill得到的結果 就是會一個公式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假設你 把需要的資料找到頭尾 然後放到這邊的話 那當然 他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只是 只有 存在Excel裡面的話 就只有三個字而已 OK 當然啦 剛剛同學有提到啦 就是說那個 有關就是 執行效率等等的啦 這個地方的話 我主要重點不是在 執行效率 當然也有可能 Autofill會快一點 也有可能會比較慢啦 其實這個當然 效率是一回事 不過這個可能還是要 要試試看才知道 我這個重點是說呢 你存在Excel裡面的檔案 如果 因為之前就有 蠻多同學跟我講說 那個存了之後 那個 檔案實在太大了 尤其是你 全部都是用輸出公式 來做事情的話 會造成檔案膨脹 這件事情 但如果你是有這種 問題發生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用 試著用我剛剛講的這個方式 來解決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可以那個 就是 我是把它放雲端白板 上面的第33頁的地方 OK 好像上個禮拜是有同學 比較容易出問題的 我覺得還是在 城市的撰寫上面啦 主要就是說 可能就是像我剛剛 剛開始用貼的話 因為貼的時候是區 那當然 你在執行的時候 你還是要看一下 你不能直接貼了之後就 好像就不管了 我的習慣還是會看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地址 所在的欄 所以你要看一下是不是f 如果不是那你改一下 那你輸出的話呢 輸出到哪一欄 這邊是h 所以你其實可以看一下 它在h 所以你會想說 為什麼我這個vba的環境 像同學是整個把它蓋滿 這樣蓋滿根本看不到對不對 所以建議是什麼 可以把這個 環境稍微縮小 然後向左移啦 向右移啦 盡量的話呢 找到一個比較好 觀看到你需要資料的來源 跟那個你要丟出去的目的 這樣來撰寫程式 基本上就比較不容易出問題了 OK 那請各位先 試試看這個部分好了 OK 那把畫面呢 再停止共用一下